自傲和自负 这里边也深深刻的包含着 很深的那种自负和自傲 就是也不警醒 也不保守自己 也不求神保守自己 就张嘴就来 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习惯了 对那就是慢慢慢慢在改 慢慢慢慢在改 那么同样的话 也是为了让大家 让大家就是说 听得更明白 听得更明白 怎么回事 好 这是我的提纲 今天讲的提纲 当然不会完全按照提纲 但是有这个提纲 你会非常的明白 就是我今天讲的什么样的内容 那今天讲的标题 应该是叫 传教士如何评价太平天国 第一 为什么要讲这个 第一 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左围 一系列的左围之一 第二 太平天国 因为太平天国 它是与基督教有很深的关联 就受到极大的这种影响 那这里边涉及到 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我都说简单的说 是基督教中国化呢 还是中国基督化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这里面的张力 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思想的 同时我们在给我们自己的族群 给我们自己的同胞 给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传福音的时候 会经常遇到极大的中国文化的张力 那要怎么处理这些呢 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那种没有底的话 比如说你本来都不怎么懂中国文化 那你张嘴就说中国文化 这不行 那不行 这样看上去对不对呢 你如果用圣经的话语 那当然是对的 但是这样招不招就人了 往往我们很多基督徒 对自己族群的文化 或者自己滋养自己的文化 他确实缺乏学习的热情 也害怕去学习 觉得说就是那能够不读圣经以外的东西 唯独圣经 就是阅读的读 唯独圣经 只要圣经以外的东西我都不读 因为我信主了 这样看上去非常熟灵 看上去觉得说不错啊 但是我觉得你必须明白 你也是处境化的 活在生活当中的 你并不仅仅活在原则当中 就按照美国著名的改革中国 世界家富瑞姆的说法 就是原则动机处境 那么你不仅仅活在原则当中 对吗 你也活在动机和存在当中 就是你活在你的处境当中 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原则 那原则不能改变 是吧 原则高过一切 这没错 多读圣经 可以这样说每天不停读圣经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妙 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怎么你处理你的处境和存在呢 按照富瑞姆的三四角 那你不处理你的处境和存在 你怎么传福音呢 你怎么活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见证呢 你仅仅按照原则活吗 你活得出来吗 有一个人可以按照律法 天天能够活得出来的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所以本质意义上讲 从教目实践 从神学实践的角度上讲 处境和这样一个 就是处境和这样一个存在 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或者说神的话语进入中国 神的话语的客观性 超越性 严谨性 还有那样一种独一性 那当然是要坚持的 圣经的无六无五 当然是要坚持的 这不用说 但是怎么样进入 就是这就需要你理解 怎么道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是不是 你看他本人道成肉身 他没犯罪 是吧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天父要他说的话 但是你看他的这处境 在存在当中 他怎么样去处理的呢 好 那我们其实来处理这些事情 看上去好像在讲一个世俗的学问的问题 说讲太平天国 那讲太平天国 讲世俗的学问 我可以这样说我没办法讲赢罗尔刚 是吧 那很厉害的 罗尔刚 福斯先生的弟子 写过四门五年纪 是吧 写得非常好 其实比他的太平天国写得好得多 是吧 我觉得他 其实 罗尔刚对于我来讲 我认为四门五年纪 是他所有著作当中最好的 而不是什么太平天国制度史 或者太平天国史 那么另外 你比如说像王庆成 就是也是研究太平天国 比如说今天我要讲到的夏冲涛 或者周伟茨 这些人研究太平天国都比我高明 都比我高明 这些我们都要学习 都要学习 但我们之所以讲的东西 也许他们不能讲 或者他们讲不出来 或者他们不愿意讲 是因为我们的角度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前色 用范泰尔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前色 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的前色就是上帝 创造这个世界 是吧 上帝也在引领和掌管中国 包括太平天国的 那上帝是一切历史的上帝 是不是 那当然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好 那么 说说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话 就是我们要想 就是特别的来 来谈一谈 来谈一谈 就是说 太平天国的 传教室和太平天国的关系 太平天国的关系 好 那传教室和太平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分析这个背景 我们来分析这个背景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新教整个来华 当然 如果真正总确的说 来华 不只是1807年 对吧 应该是 1625年 就是天气五年 其实是台湾 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就是当你说来华 华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它是一个华 它是一个文化圈 它并不是一个地理圈 何况从地理意义上讲 你按照 你按照 你按照清朝以后 是吧 1662年以后 那么整个台湾 它是也属于中国 这样一个圈 所以来华的话 其实来华的传教室 其实最早的是 1625年的杠制室 是赫兰占领了台湾过后 那么他们就派出了 新教的传教室 对 那当然 为什么马里逊 1807年到中国来 他却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认为 他是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室 因为他的伟大成就 因为整个人说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大家为了叙述历史的方便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说 就是神的话说 你们的话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你要有求真的精神 当别人问说 我看到台湾 新教团教室 1625年就到了台湾 干制室到了台湾 他算不算来华第一人 那我告诉你 你应该承认 对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形成了一个主流性的说法 就是马里逊来华呢 是因为整个全球化 包括就是那个大的复兴的环境 复兴的环境 1625年其实没有形成一个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整个的那种复兴的环境 而且本质意义上讲 那个时候还正处在新教和天主教的那个三十年战争之间 就是1618年到1648年之间 对不对 那个时候整个新教离足未稳 宗教改革根本没有多久 只有几十年 他没有这个能力向海外宣教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还没形成林里面的那种扶苏 林里面的扶苏 包括整个市场经济 包括其他全球化 形成一个同步共振 那才出现了来华宣教 所以来华宣教也不是你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当然我刚才所述说的这个来华宣教的一个背景 是一个看得见的背景 是吧 但是那看不见的上帝之手 那我们是不知道的 是吧 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是有的 不是那么简单 好 那我们就说太平天国的兴起 其实是新教来华 但整个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或者说整个新教来华宣教 整个处于那种 就是说没办法在整个中国内地 是吧 连广州都没办法 更不用说中国内地 宣教的处境是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糟糕 那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变化当中就是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对不对 好 在中间就出现太平天国 出现太平天国 那么出现太平天国 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显然原因是很多的 那么太平天国出现的一个背景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显然首先第一是整个清朝 那个时候看上去 在前家盛世过后 包括嘉庆 嘉庆在1820年 报关在1820到1850这30年之间 整个中国已经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那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影响了整个就是广东广西一带 那广东广西一带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影响 就是本土的人和客家人的争斗 这种亵斗是非常非常之厉害 就是那种土地经济族群文化 奉使各方面的互相的那种争斗 事实上就是不要忘记就是洪秀权作为一个客家人的身份 就是整个太平天国起义 与客家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又出现了传教这样一件事情 是吧再加上这个洪秀权几次是吧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考试都不中考试都不中是吧 科举就是常无生登是吧 就是完全在这方面处于失败状态 那么这是他个人的也是一种社会背景式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遇到了一系列的西方的 西方的商业的比如说贸易政治的 对不对政治制度之间的对立 对吧商业之间的各种不同的那种建议方式 文化上的还有宗教上的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宗教和商业上的 这两样在鸦片战争在整个中国19世纪 19世纪以降影响影响 科业19世纪整个一个世纪当中影响 最为厉害的是这两项因素 好那这是我讲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下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提纲来 来给大家讲就是讲这个传教士的名录 传教士的名录 对 那传教士的名录呢 我们来想就是 首先就是以太平天国有关的这些传教士的名录 那这些传教士呢 首先就是英美两国的传教士 我发给你们的提纲当中非常多的 比如说那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 比如说美国的传教士 美国的传教士主要是开始是美部会 美部会是彼治文啊 国家啦 魏三位嘛 克弼城啊 等等这一大堆 OK 谢谢我们发出来这些传教士的名录 是吧 这些名录就是与太平天国有关的 那么与太平天国有关 有关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他要是没去过 但是他议论过 他议论过 比如说魏三位 就没有去过南京 没有去过南京 但是他认识过 他认识过 所以说我也把它弄进来 那很多人 你当然郭世烈 说到郭世烈 我要特别的像我上前两天 前两天我讲 日本的一个姐妹 一个学者 参天名字写的 就是 就是这个 口暗知识分子于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化 十九世纪口暗知识分子于中国近代化 这样一本书 我特别讲到 郭世烈的时候 我把他名字写成了 郭世烈 郭世烈 我把他写成了郭世烈 事实上有很多人也把他写成了郭世烈 我这次为了预备这门课 就是预备今天的分享 然后我在网络上就是特别的去查 这是第一 第二我找了我家里面 我家里面既然有很多 就是有不少 大概有很多本 郭世烈写的书 都没来了去读 因为要读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才发觉他在1828年的时候 因为他是那个就是普鲁士人 今天按今天讲是德国人 1828年没有什么今天意义上的德国 各位要注意 1871年普鲁士 就是比斯麦他们就是普伐战争过后 德国统一过后才有今天意义上的德国 那个时候是形成邦国邻里的一个德意志诸侯帝国 德意志诸侯帝国 比如说像萨克群侯 就是保护马丁路德的 对普鲁士王国 他是普鲁士派出来的 派出来的 派出来了过后 这个郭斯烈这个人呢 你就看得出 确实他在传教室当中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异类 是一个异类 不那么听拆毁的 不久就拖离拆毁了 自己一个人当杠 一个人当杠 对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中国宣教史上 宣起了一些大的看得见的动静的这些宣教士脾气都不是那么好的 脾气都不那么好 就是某种样讲不够顺服 不够顺服 包括罗孝全 包括罗孝全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是郭斯烈的就是他的原名 他1828年他本来是开始是在亚加达 后来他到泰国 他这个人学语言非常快 中文诞 就是这个泰文 包括日文 他真是非常快 都是个奇才 这个也是上帝给他的恩赐 他很快他去泰国宣教很快就在泰国 然后同时把中文和泰文都学了 然后就遇到一个就是闽南的郭姓家族的 对在那个地方也非常有势力 然后他就加入他们郭姓 对就说我是你们家族的 他就取了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就是按照他的拼 那拼音确实就是应该拼 拼成郭氏烈或者是郭氏烈 但是绝对不能拼成郭氏烈 绝对不能拼成郭氏烈 所以这个意义上讲 你不要从小看 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 虽然我们知道说 掌管天地万有的是神 但是我们为了荣耀神 我们要求真 我们要求真 我们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一定要纠正自己的错 一定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是吧对错就是错 没有必要掩盖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郭氏烈这个人 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为什么在这么多传教士当中 我要宣讲他呢 事实上一般人都只知道说 梁发影响了洪秀权 或者罗孝权影响了洪秀权 这两个人怎么影响的 待会我会说到 但是我最主要要讲到郭氏烈 郭氏烈 郭氏烈他的影响 非常非常厉害 对于洪秀权的影响 对于其他差汇的影响 对于传教方法和方式的影响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他当然他有些做法 比如说 他一到中国来 那个时候整个传教局面打不开 打不开 没办法 他就穿着中国人的衣服 画着中国人的装 留着假发 就是长的头发 发便 然后就混到整个那个 就是中国的族群当中去 这是非常勇敢 也非常机智 也非常的为福音火热 确实是极其火热的一个人 对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他来来往往 在1830年到18 大概1836年 37年之间 就是来来回回 大概有七次去发福音当章 这过程当中 当然跟着很多 被东印度公司知道了 东印度公司包括一些 就是贩卖鸦片的 就是这个商人 就说你既然这么厉害 我聘请你当翻译 然后同时的话 也支助你 这种过程当中 那确实 所以这个是不那么举手的 可以这样说 到今天为止 他的争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也确实跟整个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的人 他是这样的 其实可以这样说 这个国家道德是普遍低下 道德不只是今天 是一直都如此 是大家都装得道德很多 装得道德很高尚 大家都能被教条 大家都是要求别人 都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那么郭世列 就是拿来作为基督教 受攻击的把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确实是一个破口 但是如果说 有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有人拿他来作为攻击 首先你不要为事实辩护 事实是一个事实 对 第二 你要告诉他 他也不过是一个人 对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他冒着这样的一些 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干 那么当然 有人会甚至进一步的 说他是一个赤摊情报的 什么为后来的鸦片 鸦片战争去刺探情报 为英国打败中国 做出贡献吗 等等 那这些当然 这些 这些从本质意义上讲 离事实就比较远 离事实就比较远 那是一种道德推测 那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 自大 那是民族主义的一种 就是加害 对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就说了 其实 这个人也确实是非常厉害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大概在1844年 他成立了一个组织 成立了一个组织 那个时候你知道 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 已经使得五口通商 变成了一个现实 是吧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依然还是觉得说 传不进去 福音依然是传不进去 他就组织了一个叫浮汉会 浮汉会 这个浮汉会呢 他就是某种样讲 就是他很快 因为他很懂中国文化 就是这个郭斯利 郭斯利 他很懂中国文化 他很会利用中国文化当中的那种江湖 江湖 其实他这种江湖味道非常重 浮汉会 然后在过程当中 其实他没有就是那种非常基础 很深的神学训练 那一方面 那个时候他非常能演讲 他去欧洲摸了很多款 虽然他是单打独斗的传教士 然后他摸了很多款 他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来用各种方式来吸引人 来听福音 来听福音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是有很多人是为了权 吃教者 那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就出现有很多人虚报假账 是吧 他用的一个方法非常有意思 他就第一说中国人跟中国人传 这是第一点 你注意啊 我认为 他的具体的运用方法 比如说用金钱的这种方式 我是不赞同的 但是我告诉你 用中国人跟中国人传 用本土人跟本土人传 用本族人跟本族人传 这是很高明的 对 这一点绝对没错 绝对没错 对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人非常爱家乡 不幸的人把家乡就当成了地上的天堂 所以说你要骂他的家乡就相当于骂他人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没有 就是你如果没有天上的盼望的时候 你就会把家乡看得非常非常高 对 那么第二点 他就派这些人回自己的家乡去传 这个办法也是极其妙的 然后学了过后呢 又回来总结 你们传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男主 有哪些地方讲得不清楚 哪些地方又怎么样 又来重新复习 我觉得这个其实扶床的培训 这个培训的外在方式我觉得是不错的 对 你替掉他拿金钱吸引这些人来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方面有理论 但是你要有很好的神学理论的基础 要讲得扎心 真实 然后呢 让听的人明白 不要传那种隐藏的福音 拿掉十字架的福音 歪曲了福音 或者说让福音不整全 福音要变得整全和全备 不要不要留下他去传 传东西而产生异端的这样的一个破口 那么在这一点上 就是郭斯利做的不那么好 神学的基本训练这方面没做够 但是第一用中国人跟中国人传这是好的 第二中国人每个中国人你都回到自己家乡去传 非常有意思 其实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有用 对都非常有用 就是你去传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遇到的男主遇到的一切 回来报告 你要写一个报告 报告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进行第二度培训 逐渐逐渐由你的家乡传到你家乡的周围 我觉得郭斯利这个做法是非常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就是我说了 无论怎么样 你的话语的从政的规模 不要被挪去 你的话语的从政性 你要强调他们要讲 从政的就是福音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无论怎么样 讲一些世俗的方法 讲一些世俗的使用的规则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福音不能因为这些而改变 对不能因为讨好人 而不去讲福音让人讨厌的地方 对你回到家乡去传福音 其实一个最大的男主 当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的报告 但是我可以想象 而且我也很注意 那我知道说你如果进入自己的族群 进入自己的家乡传讲福音 肯定最大的男主是祖先崇拜 血缘 对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样在一个节假日里面处理 这样一个人际冲突 人际冲突 对他要记事 但是你按照你的 你不能去记事 怎么处理 那么事实上 我认为在这一地方显然郭司律 他绝对是有办法 但是我们没看到这样的报告 那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在自己家乡附近 扩张喀来 然后逐渐逐渐形成这样一个传教杖 步道杖的这样一个体系 其实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郭司律这些世俗的方法 也并不是都不好 对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就是最基础的神学训练 不扎实 福音的权备性弱了 所以说出现了浮汉贵 一系列的问题 有很多人骗钱 有很多人写假报告 有很多人根本没去宣传 然后就没去传福音 然后就说自己去传了 对 那么这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过程当中 传讲了那种一知半解的福音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你要知道浮汉会是传到非常远的地方 广东 福建 江西 湖南 对 广西 对不对 甚至这个贵州 这些地方都已经有去了 在那个世代 那可不容易 那可不容易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去的最多的就是广东 那广州附近 那就是遇到了 就是那个谁呢 就遇到了后来的洪秀全 他们 对 遇到了客家人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 郭世列的富裕 那么海外 那个时候主要是英美 英美拆派 后来就出现了 哪些拆派呢 尤其是瑞典 和挪威 瑞典和挪威 这两个小国家 就是我说说按体量来说 小国家 不是别的意思 就这两个小国家 其实派出了 后来派出了很多 到中国的传教士 宣教士 对宣教士 你们是整个山西 包括整个东北 东北的 比如说路德中的 路德中的那些拆会 包括这些 很多都是属于挪威的 比如说像 今天的当东 就以前叫安东 对 那都是 就是挪威的宣教士 桑西 尤其是爱德蒙古的 那一代的宣教士 新教的宣教士 都是瑞华 瑞华宣教会 同样的 包括整个滇西 滇西 我们读过一本 传教士的传记叫克里 是吧 对 这些地方 包括乃至 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是 瑞华会 这些就是 很有影响 好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瑞典的 韩山明 尼尼基 尼尼基 韩山明 尼尼基 韩山明 也叫韩山文 他们就来了 那过程当中 然后他们也就是 因为 这个三八差会 三八差会 就是这个八社会 八零会 八点会 对 那么 好像是八零会 是 李贤会 又叫李贤会 这三八会 主要是 在 就是 比如说深圳 在那个时候的 嘉应州 就今天的 潮州 梅县 包括整个 就是客家人的地区 传福音 那么这一点的话 就是 三八会 就是八社会 和福汉会 河流 然后影响了 洪秀全 他们 影响了客家人 影响非常非常多的客家人 对 客家人当中的很多牧师 其实是三八会 来 就是来传福音时候 来接下来的果子 接下来的果子 包括 这个什么呢 包括这个 洪秀全 他们所受的影响 所受的影响 那么 我说的是 这一切 你要深入传进去 他才受到影响 那么 这一点 同样的 我再转过来说 就是 罗孝权 罗孝权 他是美国的 庆幸会的 牧师 庆幸会的牧师 那么他 由于 后来和庆幸会 很快就掰了 这个人呢 脾气也比较火爆 也不那么听 听叫 是吧 也跟拆会 关系搞得不那么好 对 也单打独斗 那后来就跟 郭斯利 郭斯利 他们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 就是 用伏汉会 那一套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罗孝权的 一个助手 叫 周道行 周道行 就认识 洪秀全 他们 认识 洪秀全 他们 然后就邀请 就邀请来 邀请来 然后就跟着 罗孝权 学习了一个月 后来又学习了一次 这样的福音 但是 没有 没有给他受洗 因为在过程当中 罗孝权好像认为 洪秀全 就是 那个 动机不那么存 动机不那么存 没给他受洗 那么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以前强调 就是那个 梁发 对 太平天国的影响 对洪秀全的影响 但实际上是 郭斯利 福汉会 还有呢 这样一个就是 罗孝权 庆礼会 包括巴社会 巴社会 福汉会 郭斯利 罗孝权 韩商民 他们共同的影响 这个影响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看到 一系列的 就是真正的 那样一个认述 这一点 你倒是 你要知道 不信的人 他当然没有 没有想法 要来认述这一切 没有想法 来认述这一切 在他看来 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 不乐意去做这些事情 对 实际上 基督徒可以做学问 也可以传福音 做学问就不能传福音吗 不是那么回事 传福音就不能做学问吗 也不是那么回事 对 这两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返碍 对 那首先就是 我觉得 第一部分 我主要是讲了这个就是 郭斯列 那个罗孝泉 和这个 韩三明 那么这里边就是我罗列了这个传教室的名路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果孝呢 那待会我还会评价 进一步的来评价 进一步来评价 好 那么 传教室 这些名路当中呢 也有非常有名的文章 就是包括罗孝泉写的 比如说 洪秀全革命的真相呢 他在天津 天津十五个月 就是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三个月 对 他的那个 他生活在天津一年零三个月 包括爱约寿的访问 苏州的太平军 对 包括韩三明 韩三明特别的就是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起立记 就是移民洪秀全的意象 就是那个 什么呢 就是那个 他参天名字的那本书当中 被翻译成洪秀全的幻想 对 翻译成洪秀全的幻想 其实也很准确 也很准确 就是你把它翻译成洪秀全的意象 我估计是那个韩牧师 韩三明牧师 他写这个书 作为这个标题的一个 本意 一个本意 好 那至于说 这些文章的具体的评价 我待会还会具体的来谈到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会来谈太平天国的宗教命名 我们都知道说太平天国是一个叫拜上帝会 是吧 这是一个主流的说法 包括学界 很多各种各样的书籍 你都看到说是拜上帝会 但是学者当中 我看了夏冲涛这个研究 我比较强细节去读了他这一系列的研究 我比较赞同他说的这个上帝会 而不是拜上帝会 就是他这个名称是叫上帝会 因为他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听出来就是上帝会 不是拜上帝会 但是拜上帝会这个名字 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 就是韩山明 就是那个红人杠 红人杠 就是洪秀泉的那个谭帝 洪秀泉的谭帝 后来在186年以后 他当了太平天国的那个 就是相当于宰相的那个角色 那个角色 那么他跟韩山明说了 太平天国的起立的这样一个情形 你要读到起立这个词 其实某种样的 就是先入为主的 说这个东西是好的 就是起立 你不要认为起立这个词是中立的 语言这个事情 真是很难中立 是吧 对 顺便说一句就是 比如说像1945年到1949年之间 共产党说解放战争 国民党说剿匪堪乱 那你当怎么说呢 你当说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就完全中立吗 也不完全 但是比剿匪堪乱和解放战争 那要中立的多 那要中立的多 所以说语言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表达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一点你特别赞美 就是上帝的启示 圣经的那些话语 那真是妙极了 很多时候你觉得说 真是 真之一份得太多 简之一份得太少 就是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名称 那你说这个名称有什么用呢 什么拜上帝会 那么我觉得夏冲涛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整个管系也好 包括这个客家人也好 包括台湾 台湾今天就说 比如说他如果参加一个宗教活动 我要去祭祖 我要去拜拜了 对 他这个拜拜并不是说 再见的意思 对 他说我要拜拜了 我要拜拜 我要去参加参加 要去拜会拜会 要去敬拜敬拜 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拜上帝会 其实就是参加上帝会 参与 上帝会 所以我觉得夏冲涛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 所以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因为当时翻译这个太平天国起立记的这样一个 就是 是简幼文 简幼文 是我们的弟兄 是一个前辈 是一个学者 是有一个有名的太平天国史的专家 叫简幼文 也是著名的三十年代的一个著名的文人 一个学者 对 他翻译成 拜善帝会 说到今天为止 拜善帝会 还是整个太平天国的一个称呼 但是我认为 我读了这些史料过后 我认为夏冲涛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说拜善帝会这个词会 他是当文孤正 当文孤正 就是说 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就是证据 他是当文孤正 做过学术的人都知道 或者说了解学术的人知道 就是孤正不利 孤正不利 只有一个证据 你不能确定说这个证据 就按照这个证据来决定一切 是吧 那么这句话是不是 可以推广到一切呢 那不行 为什么呢 在上帝那里 哪怕是孤正 他也是成立的 但是在人间 你就要小心 孤正不利 对不对 孤正不利 单文孤正 所以事实上拜善帝会这个说法 至今为止 只有一个最早的就出自于简佑文翻译 韩山明的这个太平天国起立记 对 其他的 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 他的表达都是善帝会 那么善帝会 其实从创立者来说 主要是冯云商 主要是冯云商 冯云商在这一地方组织方面 反而比洪秀全还更厉害 但是这个不是我讲的重心 因为这个重心 这个 他们的组织架构 包括太平天国的组织架构 不是我讲的重心 这个不是我要谈的 不是我要谈的 那么我要想进一步分享的 第二个 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是主流称呼 主流称呼 第二个是他称 他称 他称就是别人的称呼 别人的称呼 那别人的称呼呢 他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那个太平天国的研究专家 从三十年代开始都非常有名的简佑文 他就称太平天国这个宗教 太平基督教 太平是太平天国的这样一个名称 基督教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总体上讲我看了简佑文 就是对太平天国的一个评价 那我认为他基本上是趋于正面的 显然简佑文的神学基底是比较弱的 他很多都是世俗的知识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太平天国的研究 在神学上的进行研究都是非常弱的 那么我看周伟茨写了一本书叫太平天国 以启示录 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 我还买回来了没来来去看 我触犯了一下 很深的神学问题 我估计他也没办法研究 另一方面 因为周伟茨以我对他的了解 因为我读过周伟茨的诗 我读过周伟茨研究 叫奥格斯丁 对就是他确实对基督教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他对神学的装备未必就那么好 我的意思是说到至今为止 整个中国的基督徒或者神学装备 相对比较好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牧师 或者是传道人 或者是平行徒 很少有人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福音传入一个本土 真正要扎根 真正要在本土能够显示力量 这些研究是必须的 是必须来好好看 说神的话语被传到中国 是怎么样传入的 传入的归不归正 传入的是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事实上我们是绝对值得研究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甚至是一个博士论文的课题 就太平天国的信仰 在哪些地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出的问题 在哪些地方是可以避免的 在哪些地方不是人所能掌控的 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 待会我会说到 那么太平基督教 其实它就是包含着对太平天国的 这个宗教的一个认可 他认为他是基督教 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讲 你可以看得出 太简幼文的 当然包括简幼文的其他的 对于基督教的一些看法 我都认为比较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 在谈基督教 对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很令人遗憾的 其实我说了民国的基督徒欠福音的债 欠这个族群的福音 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说到民国的基督徒 我就想起我现在的一个著名的变化 就是我早年对一些人比较看得比较高 比如说张博林啊 梅依奇啊 我淘心智啊 我都看得比较高 我都很欣赏他们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过后 我就没那么欣赏他们 我就认为他们亏缺神的荣耀 因为他们常常都是隐藏的基督徒 他们虽然在社会上大有名声 在民国他们可以堪称十大教育家 是吧 对 但是他们真的是欠了福音的债 拥有那么多知识 却让别人说 这个人是儒家培养出来的 所以说身上特别的温柔谦卑 这都是中国文化的好处 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一个人受神的生命的方转 但是你不公开做见证 但是你在外在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相处 你看上去温文尔雅 但是你又不跟别人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荣耀归给谁了呢 荣耀归给儒家了 明白吧 事实上 神人你要积极的去传福音 对 要积极的传福音 所以这个意思上讲 那我觉得说简幼文那当然比一般要好一点了 他特别看到太平天国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关系 是不是 他比那些更隐藏的 他比那些更隐藏的 比如说像林语堂这些 对你说民国的这种基督徒 那名声比我们今天的这种基督徒的名声 能量中文外文那种好的程度 哎呀我简直是万情勃及啊 是吧 你能跟比如说像我的中文英文 我能跟林语堂先生比吗 打死我也不敢 是吧 那真是太厉害了 但是这些人他们唯一亏缺的都是 他们就是说白了 就他们的中文比一般人都好 你也可以堪称为归正 他们的英文比一般人都好 你也堪称为归正 是吧 但是他们唯有福音不归正 所以说你看到吗 民国的很多知识分子 包括那些教神学的 比如说赵志诚啊刘庭芳啊 这些人中文英文好到一个地步 中文我都还可以给他们学习学习 是吧 那英文我简直做学生都不配 但是这些人 他的问题在哪 他是中文不好吗 英文不好吗 或者西伯来文不好 希腊文不好 或者拉丁文不好吗 他是神的话语不归正 我们今天有很多知识分子 依然在走陶行之他们的老路 我的很多朋友信神了很久了 很有名的知识分子 我不愿意举名字 那你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对 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 他亏缺神的荣耀 未来向神交账 是何等的难 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件事情 好 那还有一个他称 就是一个叫张一鸣的学者 张一鸣的学者 他称就是说 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宗教 是一个叫天教 天上天的天 他坚持自己的说法 对 然后当然有人批评他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我本人也不赞同 我认为就是可以理论的基础 也没有那么好 对 也没有那么好 而且本质意义上讲 天这个词汇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一说起天 就特别的觉得说 只要说天 这个人好像就与基督教 或者与我们的福音靠近了 但事实上是那么回事 天本质意义上 第一没有位格 第二天是被操纵的 对 天是一种人的寻求 而不是一种启示 他和真正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 尤其是特殊启示当中 圣经的耶和华 那差距是非常大的 天这个词汇 你要在比如说像我 我写古典诗的时候 我写气诀 我有些时候为了押韵 我有些时候为了评则问题 那我可能会用 对 但是我不会在这样一个 涉及到 比如说涉及到位格 涉及到福音的存在性 涉及到神的那系列的核心的俗性的时候 我会用它 我不会用它 那当然我觉得天教这个意义上讲 我不是那么同意和成立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你必须知道说 有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让我们产生一种去谈 谈旧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学习的一个过程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红人杠和红秀权的那个信仰 红秀权的信仰 是哪些影响了红秀权的信仰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已经说到 现在我们具体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郭斯利 郭斯利的翻译当中 大家都知道 太平天国所引用的圣经 主要的版本来源 主要是郭斯利的旧约 郭斯利的旧约 那就是旧约主要是郭斯利的 那郭斯利的主要是在 马里逊版本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马斯曼 马斯曼在赛南坡 在印度的赛南坡 就是翻译的 其实那翻译的不错 因为我在网络上讲过20讲 就是用马里逊的文言的 他的最初的版本 圣经版本 讲过20讲的创世纪 所以我知道马里逊的翻译 很多时候是比较二口 汉语又很难学 圣经又很难翻 处境话又很难把握 福音又很超越 中国文化又很 又很那样一个排他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当然是很艰难 那翻译出来过后 在20年代末 其实就有人觉得 他的东西不那么好 比如说像麦都斯 麦都斯 麦都斯就是大家都知道 麦都斯其实最了不起的贡献 就是尾半本 那有翻译成代表本 尾半本 对 翻译的是非常好 那当然主要你感觉到 那些简简直造句 就是文存自送 国中乃至典养 康称典典养 那里面就是他的助手 像王涛 这些人在那里面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马里逊的这个需要重新的 这个修订 马里逊本人也觉得是 但是马里逊在1834年就去世了 5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对 那么去世了过后 在过程当中就形成了 哪些人呢 比如说国家 李志文 麦都斯 马如汉 就是马里逊的儿子 郭斯利 他们几个人连在一起 就来要进行修订 进行修订 那么开始就是修订 他们就是 麦都斯他们是修订新约 然后呢 这个郭斯利 郭斯利和郭斯利 或者是郭斯利 他就翻译 就是圣经的就是 旧约 好 那么旧约当中 比如说他翻译 翻译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皇上帝 你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有一个 太平天国有一个 就是怎么讲呢 太平天国有一个 有一个三字经 有一个三字经 你们等一等 我看我把太平天国的三字经 发给大家 对 他第一句话就是皇上帝 华山地 那你 看看 我把那个我看了 好 发给大家了 就是太平天国的那个圣经 那个孟农也发出来了 很好 谢谢 环善帝 那么 郭世涅 他就翻译的善帝就是环善帝 环善帝其实也不是他自传的 大家知道整个先情古籍当中 诗经书经就是善书 诗经书经义经 包括一些先情的诸子当中 都有这样一个表达 善帝或者是环善帝 那为什么要加个环字呢 那就是郭世涅 郭世涅这个人对中国文化 他确实他有敏感 觉得是善帝 如果加个环字 是吧 这个就像秦始皇 那作为王还不行 那作为帝也还不行 还有始皇 始皇帝 秦始皇 对 所以说他 他这个心态 你从这一地方翻译 你都看出来了 那环善帝 其实对于洪秀全影响蛮大 就是让洪秀全装神弄鬼 有了空间 有了空间 为什么呢 就是他是环帝 他是环善帝 环善帝 那所以说你看到后来产生了 比如说天父有天 天父有接了婚 叫有天妈 是吧 有天妈 然后耶稣为了是天兄 他有天赏 这些简直是荒芙其谈的 这样一个说法 对不对 这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你就感觉到 魂秀全的中国化 把基督教的中国化 他是用血缘和家族结构 家族结构 用家族结构来反映整个上帝的 上一上帝的那样的成长 对 然后呢 把圣神风 圣神风就是圣灵 那就是完全让这个东王 就是让杨修青 给独占了 对 那就整个说来 你要知道 其实加上一个环字 这个环字有大的意思 有黄黄如也的意思 有显和的意思 有光明的意思 这环字 是 但是环字在中国的语境当中 最厉害的是 政治表达和政治意识形态的 环帝 对 那环帝是什么呢 环帝其实 你看中国的专制结构 国家体系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是泛大的意义上的一个家族 其实环帝为什么讲究 学员和正统呢 专制 那样造姓家族 礼堂家族 造诵家族 是吧 临著名家族 对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中国的国家形态 都是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国家形态 都是前现代 前现代化 本质意义上讲 现在中国 整个中国文化是幼稚的 幼稚的政治文化 本质意义上讲 它都是血缘崇拜 和祖先崇拜的一种国家 那环帝在这里边就表明 他的身份和血统 表明一种排他 表明一种 独一无二 表明一种珍贵 表明一种专权 对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 非常有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要知道 就是那洪秀权很受影响 那这一点呢 表现得最充分的 跟人感觉到 就是上帝的那种 就是公益程度 那种列路 那种列路程度 非常高的 就是旧约 旧约当中列路最高的 摩西吴经 所以说太平连国 主要是利用 国士吏翻译的摩西吴经 对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不引用 新约 新约当中 他是少数引用 就是四福音书 加上启示录 其他更不用说保罗书信 那个根本都不用 对他也很少讲圣灵 所以说你看后来 怎么讲呢 在这个创始的过程当中 杨秀卿和萧草贵 他们也跟着专神弄鬼 就是一起专神弄鬼 对 然后既然你占领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是 你要知道 杨秀卿就说 我是上帝下凡 对 你是儿子 我是下凡 对 你是上帝的二儿子 但是我是下凡的 下凡就意味着中国的民间宗教 传统宗教 对 七仙女下凡 某某下凡 你发现没有 其实这是他们对道成肉身的一种特别中国话的理解 那是下凡 下凡就是 到此一游 你发现没有 而不是像耶稣基督降生了马朝来吃一切的苦 来受那一切的罪 来受那最难受的苦 你明白吗 对 他们下凡是说 我到此一游 中国传统宗教对这个太平天国的影响 萧草贵那时候耶稣下凡 你既然杨修卿你把天赋下凡给把住了 那我就耶稣下凡 对吧 对 那就整个说白了 三位遗体是太平天国 就是福音当中最稀缺的 可以这样说 是绝对不能两者不能并立的 对 说这一点红人杠 红人杠1860年到了太平天国过后 他在这个事情上 他和洪秀全就谈不好 他就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洪秀全如果要谈三位一体的上帝 那 洪秀全那样就不行了 同样的 神的一个属性当中一个最著名的就是 神是一个灵 就说白了 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 举基督教和太平天国的这样一个宗教的差异 或者是一个对立 或者是一个矛盾 你要用一句话 对 当然不整全了 不完全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们最大的称突就是神是一个灵 那么如果承认神是一个灵的话 洪秀全这样的专神弄鬼 那就不成立 因为神是一个灵 不能像你那样 然后你又觉得说你这样去做 是吧 所以这个一上讲你就知道说整个说来 他的福音主要是受摩西五经的影响 然后呢强调上帝的那种 列路 本子一上讲就是上帝是一个暴力的上帝 上帝是一个暴力的上帝 这就是让我想起台湾的一个学者 其实他现在基本上都在中国大陆了 叫陈古印 研究理睬 是吧 研究庄子 研究脑子 这一方面都还是有一定的功利的 尤其是研究庄子 但是他写过一本书 相当没有水平 但是他自己还反而沾沾自喜 他是1935年生的 从年龄上讲 他是我老前辈了 但是我很遗憾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我不太认可 他写了一本书叫耶稣新画像 你们如果有空去买来读 你就知道 他强调的上帝就是 上帝是一个杀人的上帝 上帝是一个无故发怒的上帝 上帝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上帝 和新约当中上帝无关 是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 他不知道说 如果 如果上帝没有 列路 没有义路 那么上帝的爱 那不过是获悉你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 没有那种上帝 那种真正的 就是像诗篇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六篇 二十六个 你的慈爱永远长成 你的慈爱永远长成 如果没有这样的爱 那么他的 他的路 怎么样是意义的呢 就是他的意路 社会主义的意义 他的意路怎么样意义呢 神要展现他的意路 如果没有他的白白的恩典和白白的爱 那他的意路 也将不成立 明白吧 所以说 这就是彼此光连在一起的 之所以我们说神的爱 神的公义 神的圣洁 这是为了使人了解 而不是说这些俗性是彼此风离的 这些俗性是彼此对立的 这是人为了方便人认识神 帮助人认识神 来这样去确定一些 划分神的俗性 但并不是说神的俗性 是东一板块 西一栏头 西东一半子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一点 你就知道说 洪秀全这样一个问题是 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于他的那个整体上讲 就是 他受到这个郭斯利的这个影响 郭斯利的影响 刚才我已经说到福安会 第二说到圣经一本 第三当然是要受到梁发的影响 梁发的影响 那么梁发的影响呢 其实有一个词 这个词确实是 确实是 确实是那个 谁呢 就是确实是那个 就是 马里逊的 马里逊的这个 圣经一本当中用的 就是他把爷和华翻译成 爷 火华 爷火华 对 这个你看到没有 把上帝称为爷 管西也好 管东也好 对 其实在很多中国地方 都把自己的父亲称为爷 对 并不仅仅是爷爷的爷 爷火华 结果他本身 他本人 他本名本来开始不叫红修权 他叫 他叫红火秀 红火秀 红火秀 他就觉得说这两者之间有关系了 是吧 然后就去编一个 他一把三七年 产生了那样的异象 然后就觉得说 上帝 要派他下来 然后后来他遇到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就是他的天兄 就是耶稣前面就是天父 就是要他的 要他的民间 对 也等于耶 耶加父 是的 是的 对 OK 是的 那个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我那儿讲了 对 是的 他的那个繁体 就是 耶加父 就是 耶和华 耶和华 是的 是 谢谢补充 谢谢这位弟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就他就形成了 自己的看法 这个 这个观念 对于红秀全 是蛮有影响的 这个观念 对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圣经的翻译 为什么后来圣号的翻译 圣号 就是英文的Timmer Christian 对 那有人把它翻译成说 名称问题 名称问题 对 那当然是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你翻译这些 尤其是涉及到圣号 就是神的名号 那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一味的 你一味的 你一味的迎合当地的这样一个文化处境 就可能被文化处境利用 所以说这个其实你知道吗 这种圣号论痕的争论不仅仅是明清 耶稣会士他们的争论过程 其实这里边都涉及到这样一个心理背景 为什么龙华明就是 利马斗过后的龙华明 他主张翻译成斗诗 就是用拉丁文的这样一个直接直译斗诗 斗诗当然跟中国文化是没有关系的 可能是很难传入 但是我可以这样讲 如果你用斗诗 他很难被人利用 因为 他没有 没有中国的那样一个原初意义 有中国文化的原初意义 就很难不被中国的原初的东西利用 包括今天的尬翻译成上帝 上帝这个词到今天为止 有些学者都说你看 中国古代都是上帝 所以信耶稣是中国古代的信仰 是一个不作不扣的祖先的信仰 你说我祖典王祖 其实你也祖典王祖 你才祖典王祖 你发现没有这种思路 到今天为止 有很多人受立马斗那种福音策略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夏冲涛 我非常的觉得他不错 对研究太平天国的宗教 你看他两点 第一 你看他 他说 他在他这个太平天国的宗教 天国的运落 你看他一开始就说这些话 说基督教与佛教 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公元一世纪 诞生于巴勒斯坦 是犹太教与古希腊哲学的混合产物 你说这些学者 真的是大胆 就是这不信神的真的是特别的觉得说 特别的相信自己所说的 比如说他在238页 238页 还有一个说法 对非常有意思 他有个说法 238页 他就说了 他为什么那些人热冲于传福音呢 那些人热冲于传福音就是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 你看他说 他说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全才是什么才打着正本清原的旗号 不亦余力的以把上帝教 拿入正统基督教的轨道 说到底这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着碎 意思说传正统的福音是西方中心论 你想过没有 当你讲上帝的时候 你说 说是为了补如超如和如 到今天为止 你看这些这些学者算有名的呢 你明白吗 你今天遇到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和著名的学者 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我说你一个传给西方的宗教 传那个阳教干什么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立马都扶床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讲中国文化一定要告诉他们 福音高过世界上任何文化 福音不是西方的 也不是东方的 也不是南方的 也不是北方的 它是整个宇宙的 它是独一的 它是超越的 它不是 它与西方中心的毛关系都没有 但是很遗憾 有些传教士 为了在中国打开 就是打开福音之门 我也觉得说 你利用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当时的优势 但是你要注意 你利用这个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福音给拿掉了 你是不是把福音给歪曲了 你是不是把福音的 那真正的核心的部分给拿掉了 那我可以这样说 确实就跟那些人带来说 传福音 为什么你要传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呢 那是因为你有西方中心的 那如果我遇到夏先生 我就要问他 我说我就是学成的传正统的基督教 请问我是西方中心的 他说你虽然是中国人 你可能是西方中心的 所以这个意思上讲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翻译的时候 确实是要注意 但是上帝这个词汇 今天已经被圣化了 对 他已经变成我们信仰的专有名词 他的广泛程度 可以这样说 超越天主 超越神 神还是内明 神还是内明 种类的类 神还是内明 但是上帝 他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 这当然是神的恩典 这不是人做成的 不是人做成的 但是我们在翻译 尤其是翻译圣经 今天包括我们有些人 对和合本很不满意 我觉得和合本 有些地方确实的翻译的也不好 但是和合本的美确实你也很难超越 但是在总确上和合本确实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推敲 比如说孝敬父母 这个就是对中国的过分的 过分的那样一个 怎么讲呢 过分的一种讨好 文化的过分的一种讨好 这个是很不好 这个是翻译的很不好 但是你今天的其他要修订和合本的 你也要谨慎 你的翻译 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 它是总确 第二 你所翻译的用的中国的名词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好 那么下面我还要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凉发的 凉发的 然后呢 劝势良言 劝势良言当中 其实也主要是谈到人的罪 但是呢 也是谈到地狱 也谈到 谈到这一点 就是我说了 特别是用耶和华 那这一点的话 就是涉及到旧事论和千禧年 千禧年对于 整个说来就19世纪的传教 影响是非常大的 影响是非常大的 千禧年光 千禧年光影响非常大 对 那同样的旧事论 那旧事论的话 你看 你要知道 他就是洪秀全在说他有40天 40天 就是生病 你看到没有 不多不少都40天 是吧 对 这个摩西 上上上希腊上40天 耶稣基督 这个 这个受四汤40天 对 然后他也生病 生了40天 你看到没有 就是 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 他在这样一个事情上 他是后来 后来的一个弥补 后来的一个弥补 他的这些一个一个杜撞 就是本职意义上讲 我认为是杜撞 对 就是这个确实是 我本人愿意这么说 当然 我不是神 但是我认为他的漏洞是蛮多的 对 漏洞蛮多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为什么 他为了 为了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事情上 为了 为了使他显得 使他显得那么有力量 可以专权 使他变得说 他处于那个 上帝的赤子的位置 是吧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认为他使用这一切 其实更多的 你与其说 他是对于这个的模仿 对 我刚才说了 用圣经来说 他在模仿摩西 模仿耶稣基督 但其实中国传统当中的 比如说成神无管的起义 对吧 那装神弄鬼 对吧 对 那装神弄鬼的 中国传统宗教的 干革命 非常多 这个并不缺乏 所以说 他可能在外在形式上 是模仿 比如说四十天 是模仿摩西 但是其他形式上 包括他的心态上 可能是模仿 模仿中国的传统的做法 就是这样 对 那我对他的一个判断 是对他的 从他的结果 包括他的行为 包括他本人 对于圣经的理解 圣经的理解 的一个判断 好 那么千旧世人 所以说 他是被上帝派下来 这个世界 妖魔鬼怪非常多 妖魔鬼怪非常多 这个世界非常恶 所以要派你去 消灭这个世界的恶 对吧 要消灭世界的恶 那么他消灭世界的恶 那么就是 所以说你要去起义 其实这个意义上讲 这是一种社会福音 这种社会福音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就以千禧年光 千禧年光 就是这个 我今天没办法讲 很深的 这个神学问题 但是千禧年光 就是千禧年光 一般都分成三派 就是无千派 就是我们改革中 基本上都是无千派 要么就是后千 要么就是前千 后千和前千 那么事实上太平天国 他这种受到的影响 也是十九世纪 一将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人的 很多人的动力 就是认为说 耶稣基督快要来了 是吧 耶稣基督来了 故意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 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 要统治一千年 要统治一千年 对不对 所以说 尤其是美国 就是 他是灯塔国 他是山上之城 那美国也好 包括英国也好 这些当中都受到后千的一些影响 后千的影响 就是对这个社会进行干预 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 要追求社会上的公益 甚至走过头了 就会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 所以说后千 从本质意义上讲 你如果说 没有真正的制度制衡 或者说没有福音 对于那个国家 深深的翻转 比如说 没有福音对英国的翻转 没有福音对美国的翻转 如果他们坚持后千 他弄出来的 也就是 也就是在地上建天国 也就是在地上建地狱 对 在地上建地狱 就本质意义上讲 这一点的话 你看看 像中国的 中国的人 其实他当然也是很多人 像王明道 黄德尼多森 他基本上是处于前千 前千就强调人的罪性 强调人的全然败坏 强调要关注这个社会的公益 但是不要过度去投入进去 所以说他们对社会上的影响是比较弱的 对 但是后千就比较强调社会 那后千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强调爱 强调社会改造 强调现实满足 强调肉体的好处 然后强调那种社会公益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就会在地上去建天国 让吴耀宗 吴耀宗的神学光 其实你看他后来不仅仅是三智 到今天 为什么和这个政府 对他和无神论 他要合在一起 除了教会论的问题以外 就是遗夫是二主 是不是 就是除了耶稣基督是主以外 是本来是应该是唯一元首 但是却不是如此 对吧 对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还有就是他的后千禧年光 然后就是社会福音 所以你看那个吴耀宗 吴耀宗在19年前写的书当中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第一本书就叫社会福音 对 就叫社会福音 所以你要知道拿掉了神所干的 那就是就像一些世俗的机构 去关心这个社会 去改变这个社会 一样没有什么差异 那么在这个意思上讲 洪秀全 他就利用这种旧世人和千禧年光 然后说该去杀 该去改革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也影响了生中山 是吧 生中山干革命 搞武装起义 对 为什么连自由神学 连自由派 像李提摩泰都反对他 去推翻 新政府 反对他去做这一切 那这里边当然涉及到很深的政教关系 那不是今天我能讲完的 对 这里边都有很大的张力 这并不是说追求社会公益都是错的 但是你的社会公益是不是从神来 你的动机是不是得到了退赴 是吧 你追求社会公益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讨好人 为了得到人的点赞 你追求社会公益是不是仅仅满足一个人的肉体的好处 比如说我不信主之前 我就非常赞赏特伦萨修理 我觉得他帮助了那么多人 但是我信了主 我对他就有保留 为什么呢 我看不到他跟多少人传福音 我看不到他对多少人的灵魂得救 有直接的那样一种福音上的那样一种帮助和富汗 我承认他确实关心了 但是如果你不把他们领到神面前 那你就去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去得了神当得的荣耀 你在寻求人的点赞 如果你只是帮助人的肉体 帮助人的肉体也不容易 对 也不容易 对 因为要付出 我不是说他是容易的 但是帮助人的肉体马上就容易得满足 比传福音得到的满足 要来的快的多 你发现没有 你传福音你传了三年五年 你跟人讲了三年五年 他都不理你 他甚至更痛恨你 对 你不仅得不到对方对你的 是吧 夸奖 表扬 是吧 真意 还甚至疏远你 你说你愿意去传福音吗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讲 我说了与传福音相比 那当然就是帮助人的肉体要容易一些 要容易一些 对 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 不是不去帮助人的肉体 而是说帮助肉体的目的是要 把人的灵魂引到神的面前 对 那我觉得这个意思上讲就是太平天国 包括他的千玺年光 包括他的救世人 他的大问题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下面第四个就是太平天国的一个评价 评价其实当中已经有涉及到 比如说政治评价 社会评价 政治评价和社会评价呢 那就不是一个神学评价 那就是其实某种要讲太平天国是对中国传统的一个 专制制度的一个缘系 他只不过是在外在形态上 或者说在起义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运作 或者说他的一个号召的一个宗教形式在外在上在充满变化 他和以前的白年教或者说是太平教 我说其他的宗教体义其实差异并不太大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确实 确实太平天国 他确实也印了很多圣经 但是圣经都有 都是都是洪秀全改过的 你明白吧 而且他们主要是 他们主要是 主要是学旧约 主要是学旧约 你要知道 旧约有很多的那样一个特别的惩处 包括那样一个很严厉的处罚 那是可以使人产生很害怕的 对 那是一个令人惧怕的上帝 对 他根本都不可能使人产生亲近 他 他而且也不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位格性的这种交流 对 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太平天国的这个制度 那当然他的制度上有些小地方 他确实来自于圣经 他有创新 比如说男女平等 当然他男女平等 也是不那么平等 是吧 像红秀卷他们也是三七六七的 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一负一七 你发现没有 其实他这个的话 你要读过阿威尔的一句话词 就是一些动物 动物都是平等的 一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加平等 是吧 对 那你说 那你说 就是就像今天一样 在法律上 在中国的法律上 是不是我们都在 都在 都在一负一七呢 都在一负一七 但是那些官员在一负一七吗 是吧 对 对于他来讲 他要想废除就废除 是吧 我不是说 一负一七是错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对的 这是谁喜悦的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出来 是好的 这是完全不违背圣经的 对 好 但是你说白了 就这个意思上讲 你既然是一负一七 那你洪秀全 当然也应该一负一七 你是谁呢 难道你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 是吧 所以你是特殊的 对 所以这个意思上讲 他确实 另一方面呢 女子不缠足 女子不缠足 这一地方确实 对 确实 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 当然其实 客家人 基本上都不 客家人 对 就是这一点 然后同时的话 还有男女平等 乃至在 他搞过那个太平天国的那个开科 开科考试 有女赚源 有女赚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一地方也不能说 他没有一点心意 还是有点心意 就是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大的方面 并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信仰与文化的冲突 就是 本质义上讲 你看他为了取得胜利 他为了就是 然后打下江山 然后他就去建什么 就是本质义上讲 他用力量的方式 去打碎寺庙 去砸碎那些外在的偶像 这种东西 对于 比如说 对于基督徒来说 你赞同吗 你赞同用权力去行使 去做这一切吗 而是 打个比方说 今天你一个弟兄姐妹 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 要受洗了 他家里面有个偶像 他还在挣扎 但是你提醒他 应该把他清除掉 但是他还在挣扎 他有很多挣扎 不乐意 对不对 那你是等他甘心乐意自己呢 还是你代替他 你甚至为了把他家里面的偶像给砸掉 把他本人打一顿 然后把偶像给砸烂 这样是对的 对不对 事实上外在的偶像固然好砸 但是人类心的偶像 人类心都是偶像的工厂 那个才是很难砸的 就我说的这个意思说 其实你看到没有 他们这些 做的这外在的一切 包括儒家 那里孔庙 孔庙他当然也去砸 砸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砸到了就是天主教 天主教因为有很多有画像 有很多画像 耶稣像 圣母像 然后有些圣徒像 就砸了 天主教对天平天国 一开始就很反感 对 一开始都没有正面评价 对 待会我会说到 心窍的评价是跌旦起伏的 天主教一直都很反感 对 因为他沿途 路到 遇到任何东西的画像 他就把它砸了 对 就把它砸了 这个过程当中 就砸到很多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当中的 就是这种做法 就是某种样讲 就是天主教的 他确实不知道 这确实是个偶像 那神能怎么可能化成一个具体的像 是吧 那你不就是违背 神是一个灵吗 对 其实这个意义上讲 你把神把他具象化 本质意义上讲 你是把他的板地一个缩短了 也把他歪曲了 也把他 也把他 俗伏在一个地方 同时 也与中国的民间宗教 混合在一起了 所以说你看 天主教早期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其实佛教 或者说中国的民众 其实对他们的外在形式反感的并不多 因为他们一看到外在形式 比如说 那个旁边有画像 有些甚至对画像敬拜了 或者画十字了 或者怎么样 这样这些外在行为 太像佛教的那些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外在行为 对 很容易理解 反而是新教传福音在中国来 就是没有这些没有画像 没有画十字 没有这些人所看见的这些所谓的那些中国的民间宗教很容易理解的那些外在行为 没有说反而很难传这个确实有张力 因为他接受起来 他要他要真正去理解福音的那种核心部分那是不容易这里面的张力 同样的啊就是信仰的 从正性 走到哪去 他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张力的 这就是信仰 因为信仰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 他是挑战整个人类 他不是挑战中国人 中国人并不那么特殊 你明白吗 当我们说中国人很难传福音 或者中国文化很抵挡的福音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那些不信的人 还隐隐有种自豪 你说的对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太系统 我们太强大了 所以我们很抵挡 你发现没有 你如果只说这一点的话 你不仅没有拿掉他的骄傲 你反而把他内心隐藏的骄傲 给爆发出来 你提醒他 是 你们的文化确实很抵挡福音 但是美国的文化也很抵挡福音 是吧 英国的文化也很抵挡福音 并不仅仅是你特殊 并不仅仅你是特殊台料制成的 对不对 你发现没有 当你强调中国文化非常抵挡的福音的时候 也会引起 那些高看中国文化的人都觉得说 你看我多特殊啊 没有什么特殊 都是一个罪人 是吧 所有人都是如此 所有人都被挑战 整个人类都被我们的福音挑战 为什么这福音是超越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福音 无论是佛教 耶稣人教 道教 或者其他民间宗教 或者印度教 所有的宗教 加起来 都不像我们福音这样挑战整个人类 冒犯整个人类 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冒犯 第一 你是他造的 你听到过后就感觉到这冒犯 第二 这福音是超越的 这是神的话 他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他很冒犯 因为你不觉得正确 我也不觉得正确 我们都是有限的 有限的碰到那无限的 就受到冒犯 有罪的 无惠的碰到那大光 就受不了 他就受冒犯 你发现没有 就是有限的受无限的冒犯 有罪的受圣洁的冒犯 那 禅住很多诗意的 受到了绝对公义的冒犯 对 所以说为什么说 神说 人非圣洁 不能见神的果 因为你冒犯 你冒犯神 你感觉到神也冒犯你 所以这就是信仰的超越性 你看到没有 实际上任何信仰 没有像我们的信仰这样 全方位的 整全的 整体性的冒犯人类 但是他并不仅仅是冒犯人类 也没有任何福音像这个福音这样 爱人类 那样为人类 而死 上帝为你而死 你明白吧 世界上除了我们的神以外 没有任何神为他的信仰 信仰的跟随者 而死 伊斯兰教没有 犹太教没有 佛教没有 所有宗教除了我们这个宗教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特殊性 那些神都专神弄鬼 那些神都远远的 那些神都不可接近 唯有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父 是给我们这样一种很深的位格性的关系 对 你看到没有 他为我们而死 他降生到马朝当中 这一切都在说 跟我们有很深的位格性关系 其他的神跟他们有位格性关系 位格性关系强吗 所以说这个很大的不同 它确实冒犯和挑战 最后我想就是特别的说到 就是神学判断了 那就是有人说 这是基督教的异端 那我还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 是一个异端 不算真正的基督教 不算真正的基督教 那有人说基督教的 包含主流是基督教的 对 但是有人说是为耶稣教 有人说是摩门教 摩门教 或者伊斯兰教的混合物 但是我认为它是个异端 它有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外在的形态 对 那有人说是太平基督教 我刚才说了简阅文中这么说 还有就是张一鸣的天教 还有这一点我要说到政教关系 政教关系其实讲起来就非常长 尤其在中国 中国的政教关系 一直是政权 免压教权 宗教从来没有过取得过和政权平起平坐的 就像今天美国或者英国这样一个就是本质意义上讲的政教锋利 风利 战利的利不是风铃 两者站立在一起 两者同样属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 两者同样是属于上帝掌管 对 两者 教会属于上帝掌管 国家属于上帝掌管 那么教会和国家要风利 要两者战利 但是到今天为止整个中国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国的信仰 各种信仰 那包括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他的政教关系依然是教权 政权 免压教权 那这当然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就带来很大的问题 也产生了也是很多 也是这个国家不蒙主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你把什么当神 那个东西就会制约你 你把人当神 你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变成疫情 是吧 从防疫的疫 瘟疫的疫 变成劳疫的疫 是吧 疫情变疫情 这个说白了 这就是我们的标配 你发现没有这么多人没听到福音 所以说我们要竭力的传福音 在这个事情上 要用福音来为中国带来祖福 带来祖福 好 那最后呢 就是传教士背后的信仰 OK 传教士背后的信仰 这一点呢 那今天也没办法展开讲 但是把它当成一个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说了 19世纪降 1807年以后到中国传教的这一传教士 他们的信仰 我刚才说了 千禧年他们都受到前迁和后迁 或者特别是后迁的影响 特别是后迁的影响 那特别的后迁的影响的话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对改变一个社会 就非常的注重 那当然客观上讲 一个社会特别的武力 特别的专制 那确实不利于传福音 是吧 就像马里逊 但是马里逊采取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福音的方式 他是在等候 他确实等候 他确实一个人 长年累业 那样一个人单打独斗 对不对 那真是很不容易 我是比较欣赏 马里逊采取的福音的方式 对我不那么欣赏 郭世丽的 郭世丽的 这当然是 因为我要 我要觉得说 上帝要怎么做 这个很重要 而不是我 上帝要怎么样 开门 我不知道 但是他怎么开 很重要 不是我 对 那我认为 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就是我知道 说如果一个社会 这个制度好了 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看上去 好像阻力小了 比如说 你觉得 哎呀 今天我中国人 之所以我不敢出去传福音 或者我之所以不愿意传福音 就是我害怕 害怕 其实我们都害怕 我们都害怕 但是你明白吗 是不是这个制度要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过后 你才 你才可以传福音呢 不是这样 福音可以进入任何政权 任何政体 任何制度 任何文化 没有一个他进入不了 但是你主要是要寻求神给你开路 不治理 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 收到这么多 什么逼迫也好 温宇也好 经济下滑也好 各种各样的好 但是事实上 福音你知道福音的大能 对 美国 美国的制度比我们好很多了 但是美国今天福音好传吗 未必 你去美国试试 对不对 说这个预算讲 你就知道说 传福音和一个制度之间有关系 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关系 说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寻求 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寻求 但是我们要分析 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他到中国来 第一他确实 因为他所在的国家基督教 他不说他是基督教国家 他是基督教主流 主流 那同样的话 他在他国家传福音就非常方便了 就比较方便 虽然有敌党 但不至于受到打压到那种地步 所以他在中国来有些传福音的宣教士 传教士他就受不了 他就受不了 他要想一切的办法 对 想一切的办法 尤其是去变革社会 像这个李提摩泰 他说他走上层路线 但其实你今天看来 从教会的角度上讲 那走下层路线的 戴德森的树林影响力 包括树林的异常 那都不是李提摩泰能够比的 事实上李提摩泰所做的一些 我首先说 那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从人的角度 你今天都来看 你知道说 本质意义上讲 有些地方难免草木和解 难免草木和解 所以这一点你就要知道说 福音他的大能 所以我们这一点 我们要是很 很注意到19世纪的 有很多传教士到中国来 他们来传讲什么呢 来传讲知识 来传讲科学 来传讲就是 来 你要做医疗的时候 很多医疗传教士 其实在灵魂上 救助上 做的是不好的 是吧 我们读了 我读了 我带人读了几十种传教士的段记 那其中 比如说医疗传教士 我认为做的最好的就是 郭培理的岳父 就是钟爱华 钟爱华 钟爱华是做的最好的 做的最好的 很棒 很棒 就是他把传福音和当医生 平衡的非常非常 对非常非常 这是很难的 这是靠上帝的恩典 对 但是你要知道说 救人的身体是重要的 但是 但是仅仅如此 那 你可能是个医生 而不是一个宣教士 所以这个意义上讲 有很多宣教士 他的藏也很难教的 这个就像有很多福音 有很多牧师 他很难交账的 你不要以为说牧师很轻松 牧师几点都不轻松 确实不轻松 讲道 这个就像马丁路德说了 如果没有护照 你要逃避讲道 像逃避地狱的烈火 就这个意思 你用你的审判 要从神的家开始 包括像我这种人 虽然不是牧师 但是老师 那肯定要受很重的审判 对 就是很重的审判 就是神要求更高 对 那不能随便乱讲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就要说 你在做这些事情上 你做一个老师 你在基督徒做一个老师 在主内做一个老师 他不是一个职业 他是一个呼召 对 他是一个呼召 所以谨言进行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传福音的方法 医疗教育 办报 文字 布道 等等一大堆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 其实 包括影响太平天国 那太平天国 其实到后来 也影响了我们的 三智 就是 就是那个三智 尼维斯的那种三智 自传自治治养 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三智 对 那么事实上 那个时候 很多外国人的中国驻守 就不是那么犯兴 那太平天国 其实确实是 对 对 严访 严访中国的那种 教会自治 教会自治 那教会自治呢 又不是脱离 大公教会的 史 史书统训的那个传统 事实上 在这一点上 教会论 是整个华人教会 当中 最 最缺的 因为教会 他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他涉及到在天 涉及到 就是你的原则 也涉及到在地 你如何的福音的 组织 宣讲 传播 对吧 所以教会论的归正 对于 华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道路 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的 以前的这些 树林伟人 在教会论上的贡献 都是弱的 无论是完明道 还是黎多生 还是宋上节 宋上节 基本上没有 教会论的这些贡献 但是我们很多人 把教会看得很低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教会能不归正 非常影响人的生命 一个人把教会 看得很低 或者不委身教会 不服侍教会 本质意义上讲 他的生命 很难被翻转 对 他觉得说 教会 我一看 张三又不孰宁 李氏又不如宁 那个又不行 这个又不行 王武又讲得不好 那我告诉你 这个是 不要轻易去理论 你要轻易去理论 意味着说 上帝难道不责备你说 而你既然看到这个不行 为什么不兴趣自己 难道你不是我 你有恩赐 看得到这一点 难道不是我上帝赐给你的 难道是你脱离了我 你看到了教会的问题 那既然是上帝的恩赐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使用 你为什么不服侍 你的教会仅仅是一个批评家 对不对 说到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是太平天国的 这一影响也都是 有一定的那种 负面的那种作用 不好意思 今天讲的实在是太多了一点 这样我看留10分钟给大家提问吧 10分钟应该够了 好那正文我就讲完了 正文我就讲完了 欢迎大家提问题 提问题的话 一个是你可以发聊天框 另外你就是打开你的麦 你打开你的麦 你可以直接提问 直接提问 欢迎提问 10分钟 我们超时几分钟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太平天国是不是解析上帝的民意 以错误的教育 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国 在西方法国大革命 以赋予天赋人权 企图建议在地上天国 结果两者都学留成国 这两者都是按着 见证耶稣的宣告 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 请问太平天国 法国大革命是否有可比性 如说那群人强调 这只是有信仰的 太平天国是否可以 宗教战争 OK 梁弟兄 谢谢 感恩 太平天国 是 那有些早期 比如说像简佑文 简佑文 包括一些早期的这个 传教士 在1860年以前的传教士 他们就比较看好太平天国 因为听到了一些特别 因为这些传教士受到了很多的那种传福音的拦阻 他们是急于想中国开门 那么以听说这个 他们就可能把自己的愿望压保压上去 压上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觉得说 他可能是比较好的 他们是为了宗教自由 其中有传教士就说太平天国是为了宗教自由 对 那当然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说不上是宗教战争 是一个利益冲突 是一个政权冲突 说不上宗教战争 因为太平天国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当然 他的军事训练 包括他的日常管理当中 受惠于他所利用的宗教 比如说天条 天条就是十天条 十天条就是这个摩西世界 对 然后包括他 就是那一切的利用来 加强管理 加强管理 实际上是使他的那种管理更加的有序 就是他的军队的世俗的管理 世俗的管理 并不是说这个苏林上 他们显得很苏林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意义上讲 他是一个世俗冲突 说不上宗教战争 那么对方 清朝他也不是宗教 当然 他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表现出宗教和文化的对抗 或者说是表现为放宗教的一种对抗 就是太平天国和比如说中国的儒教 或者说洪秀全和中国方 对不对 这就符号性的 他带有一种符号性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东教战争 他是一个次俗政权的一个争夺 那么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表现为放宗教的一个冲突 无签前签后签是什么意思 那你在网络上搜一下 其实这个你要讲的特别的明白 其实不那么容易 那么前签后签其实就是涉及到千禧年 涉及到千禧年 千禧年那我可以这样说 比如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七 九章六节到七节的经文 对就是有疑音还为我们而生 对不对 他政权当在他肩上 他是这个奇妙特事 是全能的军 永在的富 就是和平的军 是吧 对 包括后来的就是这个 启示录当中 那就是要在地上统治国千年 那么 认为有实诚性的实际存在的 这种千禧年存在 就是政权存在的 那么前签和后签 他们的经文支持 是这样的 那这个涉及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当中 你是灵意解经呢 还是字面解经呢 还是历史文法解经呢 这个是涉及到解经方法 OK 那么前签后签 其实本质一上讲 虽然有差异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 比如说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以然为然 耶稣基督降生了过后 这个世代就已经进入了末世 对 就是已经进入了末世 对 就是今天以然末世以然来临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成就 所以以然为然 对 是以然为然 无论是前签还是后签 他都是认同的 耶稣基督要再来 前签后签都是认同的 死人要复活 前签后签都是认同的 对 虽然有差异 那么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你这样去理解 也许就比较清楚了 但是这个应该去读那个千禧年世光一本书 叫千禧年世光 要去多读一点这样的神学书 就是事实上我们很多人 你无论是平信徒 说白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真的是要追求竭力的认识神 直到贵天家那一天 因为神是生灾 是吧 生灾 神丰富的智慧 是吧 生灾 神丰富的智慧 你不要说我读了二十遍圣经够了 四十遍够了 五十遍够了 一百遍都不够 直到读到死 因为圣经确实是值得你每天读 不是说到 不是说世俗的那些书 你读一遍就够了 是吧 世俗的有些书 有些经典 你就读了几遍 对不对 何况圣经 圣经的话是常读常新 这个真的是 特别的 我经常都觉得说 怎么读到这句话 好像没读读过似的 我自许为我记忆力很好 是吧 对 读到很一遍 但是事实上你发现没有 我叫上帝要随时提醒你 说不要自以为自己知道 就让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依然是不知道 是吧 OK 好 这是我的一个回答 然后说 谣天官无法是当时打 大家好 电话 微信 然后是就为一部分 神的作为让我感 让人觉得恐惧 是不是这样说明 人的倍率程度 只是惊人的 还是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在救赎历史过程当中 神大爱的作为 我刚才说了 当我们说神是列路的 当我们神说神是义路的 这并不是说把神封列成一个神是爱 一个神是义路 他这些义路和爱 白白的爱都是他的所有的永不改变的俗信 所以说旧约的神 旧约的神 他为什么 启示 他一路显得比较多 因为他是一个渐进启示 渐进启示 启示是渐进的 对 所以圣经你必须整全的看 你必须张前 也必须顾后 你必须看旧约 也必须看新约 对 必须二者连在一起 你不能说我只看新约 新约上帝就是爱 像丁观信仰 就是只讲上帝就是爱 对 那当然是荒腐其堂的 你只讲上帝是一个公义 公义或者有义路的神 那也是荒唐的 别人那不是整全的神 所以这个意思讲 你必须要知道说神的那些俗信 是我们说神有公义的俗信 圣洁的俗信 永在全能全知 我们说这些的意思 并不是说把神切成这么多块 而是不这么表达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说神 因为神伸张 对不对 就像唐三位一体 这样一个俗信 这样一个基本的要义 有人问我奥古斯丁 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太厉害了 奥古斯丁说 就是别人问我说 三位一帝是怎么意思呢 他讲了半天 讲了半天到最后说 我之所以讲三位一体 并不是说我知道什么 而是说不要停止和神说话 不要停止言说 你明白吗 事实上当我们说神的时候 因为神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圣洁的 我们是有罪的 神是全知的 我们是半知的 对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讲 你就知道说 你不能把神切割成旧约和新约的神 你切割就把神封成了几大块 那不是神了 那是你想象的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 陈古印 耶稣新画像 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完全进行切割 那是典型的 那是典型的用罪人 用一知半解 来理解那一位全知的无限的神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犯这样一个毛病 对 之所以说我们 我刚才说了 把它分成几个好多个属性 是为了变于原说的方便 不这么说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能说神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 中世纪发展出否定神学 比如说像 那个 布萨的尼古拉 对不对 就是 当别人问上帝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用否定的方式来定义 当然你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 说定义 一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你不能用否定来下定义 比如说 说阮云飞是四川人 这一下就定义完了 但是你说阮云飞不是天津人 阮云飞不是上海人 阮云飞不是北京人 你说不完啊 因为你要 你要穷举 对你要用 你要用那种归纳法 来做定义 那就会无穷无尽 抓下去 所以说你要用肯定 你要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加以肯定 但是这并不表明否定神学 毫无用处 这就是为什么加克顿信经451年的加克顿信经 说上帝的一位二性 就是他是一个位格 两个性的时候 那四堵不的墙 不相离上 不相风格 四个不相 一个是不相 另一个是什么 把那四个梦龙查一下 我都记不得了 你看他用的方式 你看到没有 他讲上帝 一位二性的时候 就遇到了极难确定 他就用否定的方式 来圈 来圈一个 就把它圈起来 用四堵墙 把它围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理解 这样来去理解 就比较好了 OK 杨老师 我目前目到 认知浅薄 你见面 我觉得假基督徒和纵容一般 读神的基督徒的罪 甚至大过无神恨者 这是我最近读经中发生的观点 不知何时 OK 很感恩 你虽然目到 但是你真的是感受到 就是神是令人敬畏 神是令人 就是他的圣洁 他的圣洁令人敬畏 对不对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 就是像以赛亚书 六章 就是他受呼召的时候 说祸灾我灭完了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就是 就是你虽然在目到 但是你看到 人是天然的 肚神的 就是亵渎的 那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 包括我本人 我也许不是起心去亵渎 但是我做了很多亵渎的事 我并非有益 所以说神 神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内心里面 你知道读神 你还去读神 你知道神不喜悦这件事情 你非要去做 那我告诉你 神对这个事情的愤怒 显然 比对你的无知 你如果是无知 并不是起心 在动机上 都要去违背 这就是 箴言说 4章23节目 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一切 因为 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对不对 所以基督教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非常看重人的内心 胜过他的外在行为 但是如果你内在 你的内心如果变化了 你的外在行为 必然跟着改变 这也就是亚高书说 你把他没有性的行为 只给我看一看 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 只给我看看 对不对 其实这两者是合拍的 那我说的这个意思 就回过来回答你 就是 我们要为真道 决力的争辩 由大叔当中 你说为 就是为使徒 为信徒 一次性交付的 真道争辩 那我们当然看到有人度神 有人在说这样一个 那样的话 那我们确实要争辩 但是我们争辩的目的 不是要仅仅指出 对方是错的 要为神赢得那个人 那么我们就要含着爱心 要含着温柔谦卑的心 要含着诚实的心 要含着爱心 说诚实的话 诚实是不够的 说他错了 这是诚实 但是仅仅只有诚实是不够的 你发觉没有 事实上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到有些人说 他刀子嘴豆腐心 实际上刀子嘴 往往就不是豆腐心 刀子嘴的人 他确实 他会觉得说 我正确你错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怎么那么笨呢 是吧 你怎么那么傻呢 他只不过可能傻叉了 两个字 可能没出口了 但其实他的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对于基督徒来讲 比如说我们 面临那些不信神的人 度神 那我们会和温柔谦卑的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圣经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为了你要赢 赢得人 不是赢了人 赢了就是把对方推开 但是赢得 但是赢得 为谁赢得人 对不对 不是赢了 所以说这个的差异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不是不为圣道争辩 而是你的争辩的动机是什么 你的争辩的动机 如果真是为了神 你就会温柔谦卑 你就会含着爱心 你就会有怜悯 尤其是基督徒 因为你要想起你 曾经的观景 你不信真之前 你比对方好吗 你对神的认识 比对方多吗 你难道不是愚昧的吗 你是愚昧的 你至今都是愚昧的 我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 我在争辩的时候 我以前在网络上 非常喜欢跟别人争辩 因为觉得自己知识多 但是现在 我常常都会闭嘴 为什么呢 觉得机会不合适 觉得时间不合适 觉得我的内心 还在 不受那种爱心的管制当中 那我不要出口 对 第三 我的内心 我是不是为了赢得对方 为了神的缘故 去赢得对方 还是仅仅着着说 对方错了 我们基督徒指出错误 那仅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是不够的 不要 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 说 某某你错了 圣经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 但是这是不够的 这是只是第一步 对 而不是说他错了 你转身就走了 我告诉你 这往往就可能是 你觉得 说基督徒的优越感 那很多人 我们基督徒确实 哪怕你做得再好 对方都会觉得你有优越感 你发现没有 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坐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说 你做一个被封别为胜的人 封别出来的人 你坐在一群 这就相当于说 一群人就是黑帮老大 是吧 本来你以前也是黑帮老大 是吧 但是你已经被神拣选了 你变得温柔了 像我以前 一上酒桌就给别人拼酒 是吧 自己把自己灌醉 现在我就看着他们拼 然后他们都 他们都觉得受冒犯 你发现没有 这并不是说 你故意在那装 你就不装 你本身就可能 被对方形成冒犯 但那这个冒犯 你不必要为此伤心 你不必要为此道歉 这是上帝 把你分别出来的一个证据 但是如果你想跟对方 想说你看 我比你有智慧 我比你归正 我比你公义 我比你谦卑 我比你温柔 那就错了 那就要求神对付 对付这种质疑 这种质疑是不讨神喜悦的 当然更不讨人喜悦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被分别出来 上帝叫你做一个基督徒过后 就像我以前 我以前我才信主 信主的过后 我的性情逐渐逐渐变化 开始有点变化 有人说我温柔 我就很生气 今天谁说我温柔 我都视为 视为你对我的表演 这就是你被分别出来 你明白吗 我以前叫土匪 别人叫燃匪 燃土匪 土匪 现在当然一般都不这么行 当然有些老兄弟还不信神 还三费 那我也答应了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 不能那行 对吧 但是你想一想 就是人被分别出来 他确实有变化 但是你要常常想说 如果这是不是我的质疑 这是不是我的装 我的装 如果是 就要拿掉 这是我的一个回应 OK谢谢 刚才说 杨老师说 故卫生教会生命博弈翻转 今日疫情分控 喜欢在晚上听到参加学习 每位生教会了 去过几时现象 一天就犯控 怎么办 说实在的 那我也参加教会的线下是比较少的 明白吗 那原因当然很多的 但是并不是参加线上就是好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畏格性的交流 对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你看到没有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在网络上晒天天 天天晒他如何爱猫 而且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爱猫对不对 爱猫没有问题 只爱猫有没有问题 爱猫比爱容易 人容易太多了 因为猫很听你的话 但是爱一个人 就不容易了 因为对方 对方也是人 你也是人 对吗 你不能完全控制他 所以说其实为什么需要的教会里面对人彼此对付彼此相爱 彼此祷告 彼此看到对方的不足 要彼此的这样去做呢 这样生命才能对铁磨铁磨出忍耐地中香港也是如此朋友香港也是如此就是这个意思 铁磨铁磨出忍耐就是磨得越来越锋利 在教会里面彼此 在教会里面彼此那有没有伤害 那当然是有伤害的 在这过程当中说白了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没收到过伤害 除非你不去教会 你不去教会是谁的伤害 世俗的人伤害你 家人伤害你 你自己伤害你 是吧 对 你以为找到他真空吗 你说 这就像不信主之前我听到一个西班牙人 要我与人相处我更加爱狗 是吧 对 你做一个基督徒 如果信主了很多年你还与人相处你更加爱狗 那显然你不知道你的神是什么神 你显然的教会论有问题 那这些地方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不一样 疫情也好 逼迫也好 还有个人的生命状态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能现象聚会 能为个性的交流 能面对面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线上聚会 视为线上聚会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例外 要记住 这不是一个常态 对 不是一个常态 若是可以总要与人相交 那翻空 翻空其实不是个问题 那首先就是本质意义上讲 你头天晚上是不是为你第二天的预备祷告呢 你的第二天你的听到祷告呢 你是不是为此预备早点睡觉呢 那放空除了你这些都处理了 而包括自己为自己祷告了 如果他还放空 那就 那你就说神啊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 你晚上睡得很晚 你根本都不会第二天 就是听到祷告 求神掌管你的心怀意念 那显然这些事你就要去做的 对 OK 下面还有吗 好 个人感受 左宗坦评价很高 六四 这些都是 把中国方啊 把左宗坦李洪章啊 这些评价的很高的 都是国家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都是希望国家好 国家就是他们的偶像 国家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我以前不信神之前 我是一个家国情怀 虽然我没有达到民族主义 和国家主义的那种地步 但是国家就是我的天花板 我其实股子里面非常爱国 对 虽然我很不喜欢政府 对 我早都知道 Country 那些时代 是很大的不同 我早都明白 但是国家依然是我迈不去的 迈不去的一个卡 但是作为基督徒过后 你就知道说 国家是要爱的 但是 在爱上帝之下 远远在爱上帝之下 是吧 甚至在爱家人之下 对 所以说这个国家不能辖制一个基督徒 如果 就是我说了吗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的前面 你的前面的排位是 某某中国人 第二基督徒 那我告诉你 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你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你明白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基督徒排在第一位 你是属上帝的 属那至高者的 然后你才属 你在属地上 你属于中国 对 我说了 我的自我介绍 除非是别人介绍 别人介绍 那没办法 他可能基督徒都不给我写 但是我如果我自我介绍 我肯定 然而非基督徒 那绝对 永远第一是基督徒 不是学者 也不是作家 也不是四川人 也不是中国人 基督徒 第一位 这是表明你对上帝的信靠 上帝的尾声 这是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 说白了 就是不能隐藏 不能隐藏 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说你那些评价 那些那都是 把国家 如果中国人天天还在看这些 那就是你基督徒 天天还在看这些 本质意义上讲 那就是对国家 对这个世界太开爱 请问然后对走向共和 和同名状这些怎么看 这些电视都很一般 与西方的相比 从技术上讲一般 那质量上讲也一般 就是光面上讲 也没有什么高超之处 对 就是说白了 就像我以前不信主之前 我追求民主自由 现在民主自由绝对不是我的选项 所以 就是当然并不是说 我讨厌民主自由 明白吗 你不要反过来说 哦 你讨厌民主自由 那么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 这些电视 就是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是要用信仰来看的 信仰看待你的一切 小到你去买菜 明白吗 你这样说是觉得说 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我告诉你信仰涉及到一切 就像我前不久分享的 福美的那本书 是吧 虽然他的信仰不怎么样 但是他观察到中国人的整个的信仰 到处都充满着 中国人的生活 到处都充满信仰的影响 事实上 你的信仰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非常非常大 是吧 你比如说良成吉日 这个词汇 它与信仰有关吗 当然有关了 你信主的人不存在什么良成吉日 不存在黄道吉日 不存在什么不移动土 根本都不存在 日日都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中国文化 你不认识主 你就觉得说 确实确实 我要选一个 这个适不适合结婚呢 这个适不适合怎么样呢 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主日 虽然都是七日的头一日 但是我们的主日是动态的 你明白吧 动态的就是 每一个日子 都是一样的 对不存在 不需要 所以你看选一个日子 包括取个名字 涉及到信仰 不要认为说不涉及到信仰 对 那说到这 下一次我也许会讲 就是传教士取的中文名字 对 顺便大家讲说 中国人取什么样的名字 为什么取什么样的名字 这涉及到人际交往 对 那传教士取的 哪些名字取的 取的他的 他的果效是怎么样的 对 好 当地找不到改个东西 几间福音的教会 都是以人为中心 自己不太喜欢 怎么办 OK 那我觉得要为自己祷告 另一方面 要在这里面找那种 在淑林上跟你有共同追求的 然后呢 说白了就是 也 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私下可以 可以跟这些 比如说福音派的这种 弟兄姐妹乃至牧者交通 对不对 觉得说在哪些地方 不对 比如说你的敬拜 太嗨了 敬拜太嗨 本质意义上讲就是照顾人的感受 对 比如说音乐 太吵 太吵 第一是吵 第二是吵 潮流的吵 对不对 太嗨 每个人看上去都嗨了药一样 你的敬拜就是在为自己 不是为神 对 你注意到没有 就任何时候在想说 这不仅仅是你讲得到 福福神的神 你的敬拜 你的一举一动 对吧 对 OK 那我觉得就这个的话 同样的话 我觉得说你既然在这里面有不满足 我也希望你多读 多读这种就是归正的神学书 然后多读圣经 然后让你也求神使用你 对 不要仅仅说你去寻求别人 因为那就是显然神让你看到 我刚才的一个论点就是神让你看到哪问题 神就是在心情里 这就是我本人 所以我为什么我说12的 我不容易欺欲去批评和以前不一样 我欺欲去批评我都经 我如果说我动手去批评 我就很容易受圣灵的责备 圣灵说你是谁啊 你看到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呢 为什么不把自己摆上呢 为什么不把自己献上呢 哎呀我就受不了圣灵这样的责备 所以我就不轻易说 当然这也是 这也是不完全持路敞开啊 对要求神拿掉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保守自己 不至于出现过多的那种论断 我觉得求神 你特别的要为自己祷告 你也求别人为你祷告 哦好 嗯对走向共国三次会 嗯好 哎呦发个我的 嗯你发个我 我只有公开啊 因为这是讲给大家听的 对 对 好 各位阮老师你好 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是明末以来 来华宣教教是异化策略的以来 移植中语的一个阶段性的恶果 当然是恶果的养分 就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中国文化 也就是太平天国是异化策略的宣教群体 与部分中国人共同造成的 太平天国建立一个类似白年教授的团体 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留下的影响是不是像一个染病器官 只是失掉了部分有害组织 他留下的影响还在持续 当然是否可以理解为明末以来的异化的宣教策略 还在以造就太平天国的方式持续用于一些未知罪的罪恶 只是还未完全浮出水面 当我们感受到这个问题时 我们如何在处境上去具体处理呢 OK 这一点呢 我曾经讲过立马斗的宣教策略的一个检讨 对 好像可以在我们教会的那个频道上 当然你要能够翻墙 可以看得到 我应该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这个问题其实讲起来是非常深的 绝对值得探讨 绝对值得探讨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必须要讨论 说讨论 讨论神在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我们要特别的要拿掉我们人的意思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人的意思看得太重 把我们自己的意思看得太重 把我们自己的那种珍贵看得太重 OK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希望你在网络上去查 叫立马斗宣教策略的检讨 对 应该是可以听得到音频 对 另外一个说 曾国藩重要太平台国 新政府的授权 他的势力扩张 可能也是他信仰的冲突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那本质意义上讲的话 那当然因为你想帮助了他 帮助了清朝 他的利益最大化 也是他利益最大化 你要知道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 孔子就是他们心中的神 中国文化 儒家文化就是他们的神 文化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讲 就是他们的偶像宣伴 典型的说法 比如说 顾炎武 对不对 就是天下薰亡 匹夫有责 是吧 就是 一家一戏 对不对 就是 这个并不 这个 就是 这个并不重要 帅寿 持人 对不对 真正的 真正的王国 是 王天下 王天下 天下 其实本质意义上讲 就是他的文化 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崇拜 包括中国方 那确实文化这一块 是他们打仗的一个动力 但是对于中国方本人 包括跟着他们的那些人 因为现实的好处非常巨大 因为打仗了过后会有很多提升工资了 比如说分很多账款了 对不对 等等 封侯了 是不是 整个乡军集团就崛起 以太平天国 包括湖南近现代的影响 是以太平天国有影响 有绝大的影响 太平天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只影响到近现代的中国 实际乃至影响到共产党的崛起 对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们首先想你要是读过比如说曾国藩的幕僚 赵列文写的冷静军日记 冷静军就在书当中就已经说到清朝不出五十年就要灭亡 对那个时候曾国藩和赵列文在一起 曾国藩都很惊讶 他为什么这么说 然后后来他说了一系列的理由 赵列文说了一系列的理由 曾国藩都觉得说确实有道理 然后那赵列文确实非常有预言气质 非常有先知的特点 但不是他 他不是圣经意义上的那种先知 就像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我就发觉有装神弄鬼 基督徒 觉得自己是先知 今天的先知在不在 在功能上是在的 比如说传道人是不是先知 他是神话语的出口 是在功能上 但是在职份上 有吗 没有了 职份 没有职份 你却要装先知 你说我是一个讲到的 我有先知的功能 我不否认 但是你没有先知的职份 没有先知的职份 不要装先知 不要说自己是先知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说到这儿 那么我们就说到太平天国 你要知道太平天国 其实乡军集团的崛起 后来影响东南富宝 影响整个权柄的下移 下移 就是从中央集权到地方 地方政权越来越大 所以整个清朝 他最后弄不住 弄不住 然后清朝的灭亡 清朝灭亡了过后 整个军阀 你看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 你比如说 像1917年到1935年 整个17年 整个四川爆发了 几百次军阀战争 你知道军阀战争 在抗战以前 整个军阀战争 其实与太平天国 与乡军集团都有关 那么军阀战争的后果 就是期待一个 更大的中央集权的 是吧 因为老百姓苦啊 苦军阀混战啊 然后就中共在这里边崛起 说这些都是有光联性关系的 那当然今天不是讲世俗的历史 那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后面 好最后最后一个了 对 不好意思 今天真是有点 有点多了 对 最后一个问题了 男人士你好 在小岛禁制书里提到太平天国 以嘉庆白连教造反相似 并者不是类似于 恩格斯说的农民运动 而是中国的四农工三阶层 跟欧洲的构造组成完全不同 小岛禁制会把它归入 基督教的宗教运动 请问男老师怎么看 我这一点 我不同意小岛禁制的看法 他不是一个宗教运动 但是确实在 确实在这个社会结构的判断上 我认为他有些可取之处 对有些可取之处 但是他认为是一个宗教运动 我不认为是对刚才我已经说了 OK 好 对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不同意 不同意 好没关系 你同不同意 他都是有先知的功能 功能 功能 功用 对 他不是说先知的职奋 不是先知的职奋 有先知的功能 然老师首先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很宝贵 不像我 就算和朋友吃饭也不贪信仰 作为一个基督徒很惭愧 但又不知道如何和朋友传福音 请问然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 首先不停的读圣经 每天读 每天读 对 每天花几个小时读 我觉得说 如果你开始 你最好是每天读半个小时 如果你习惯了 读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都好 对 我觉得你要用神的话 神的话怎么改变你 我们都不知道 但神的话是有改变能力的 他比世界上所有的话都有改变能力 OK 好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你必须明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却不让别人知道是基督徒 那你怎么 你相不相信有审判 你相不相信 上帝是异路的上帝 上帝是审判的上帝 上帝为什么要告诉你说 你要去传福音 为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是吧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目标 上帝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就是 你要凡事 为我的名 做见证 那么第一 显然可能这里边就是 就是在那个 呃 这里边你可能是涉及到你的惧怕 你的惧怕 你惧怕被别人 你惧怕被别人就是孤立 你惧怕别人 其实上帝把我们东别为圣的时候 其实某种人要讲 就意味着 意味着 我们可能要受别人的孤立 对 这就是风别为圣的意思 对 因为有些人孤立我们是因为 因为并不是一定你做错了 当然 往往是我们做错了 但是也并不全然是你做错了 你可能做得很对 但是他孤立你 这就是神说的 那恨你的人就是先恨了我 同样的 刚才这个弟兄说的 反正地面不认我的 我在天上你的父面前也不认你的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 而且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隐藏自己的身份 其实往往使自己的罪得不到对付 也使自己的心 使自己的生命得不到翻转 对 而且实际上是 你不仅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且你也没得到上帝赐给你的福分 你发现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信仰 只带来了一个逼迫 或者没带来福分 是因为你不够信 你信得越深 神带给你的福分 当然是永生的 首先是 但是神也带给你精神福分 这一点 你试一试 他带给你的福分 可能超越你的想象 所以我本人就是这样的认为 确实是 我当然不是说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也不是说我公开到一个地步了 我当然是很公开了 对 就是无论谁认识我的 他基本上都没有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的 对 可以这样说 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无论是单位还是邻居 他没有不知道 对 这个是也是圣灵对我的带领 圣灵的保守 也不是我一定比你勇敢 也不是我做的比你好 对 你要学会自己去求上帝 要在这当中来打 好 好 最后一个 对 在公立学校当老师很艰难 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我告诉你 我首先跟我单位的同事传福音 就是不是拿圣经传 因为我不信主之前 我是一个所有的领导的话 我都不听的人 现在领导的话 只要与我的信仰不抵触 不让我不信神 那他们在我身上都有权柄 他们经常会会说 而你怎么现在这么好说话呢 这就叫传福音 传福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虽然我也比较能讲 读书也不少 但是我有些福音并不是讲的 对 你在公立学校当老师 那你就要让别人看 说你和其他老师为什么不同 你看到没有 你是不是比他们更温柔更谦卑 更能舍 更能吃气 更能受辱 基督徒的权力是拿来舍的 为了神的荣耀 可以舍 不像自由主义者 不像我以前 我就说人的权力至高无上 我以前就这样认为 那我现在认为神的权威至高无上 所以为了神的荣耀可以舍 对 所以你看我现在我在我单位 我叫稿子叫很多 对 我是单位连接最大的 但是最听话的 对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 我就知道 我做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我的一个职业 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饭吃 我一样在体制内 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 你就知道说 我们凡是寻求神 这个他会开路 但是你寻不寻求 这个确实是 你要自己在神面前要有祷告 好 今天确实是太超时了 对 那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慈悲荣耀的父神 我们实在是感恩 感恩你聚集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木道的朋友们 是你吸引了他们 不是我 不是我有什么能 我实在是有限的 我也是有罪的 我也是满身误会的 求神 你真的是拿掉我们的那些 对地上的贪恋的那些心怀意念 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求神 你特别的赐福我们 赐福我们在你里面寻求 因为你是忘古旁石 你是不整栋的国 唯有在你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安稳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 求神 你特别的让我们持定 持守你真道的心志 因为你真道既给我们带来喜悦 也给我们带来 那不停寻求你的心志 求神 你特别的赐福我们 呈温柔谦卑的心 凡是温柔 凡是谦卑 凡是盼望 凡是信赖 在你里面有十足的平安和饱足 因为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之外 祷告祈求 奉我追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的计划